在高雄啊 国道1号北上365公里的地方 顶巾系统内侧车道 昨天晚上就已经出现了非常大的坑洞 让很多的车子闪躲不及 直接就爆胎抛锚了 而经过了一夜大雨呢 今天上午连外侧都出现了不少裂开来的状况 很多车子经过的时候 都要突然的踩刹车减速 非常的危险 太厉台风的豪大雨持续新行 南台湾现在不只是高速公路的路面 在昨天晚间内侧车道出现了大坑洞 目前早上呢 是连外侧车道 都出现了路面均裂的情形 只要车辆经过都会颠颇跳动 非常危险 波浪大雨已经模糊驾驶视线 其路面更增加行车危险 不少车辆一键坑洞就闪 连方向灯都来不及打 开在高速公路上 逼跑障碍赛 害危险 被压碎的不佑石块散落路面 车子高速前进 一旦举起碎时打到后方车辆挡风玻璃 后果更是不坎设想 开的台风惊喜高雄 暴雨从19号晚间开始下不停 就已经先让国道1号北上 365公里的内侧车道 出现6个超大坑洞 有坑洞 很多坑洞 那里头前的 中间车道 那里头都这样吗 不 多30台车过来 大车小车经过路面 来不及闪 只有暴台命运 开的台风带进超大雨量 雨中行车千万睁大眼睛 渐速慢行 中介的王正 高雄采访的 到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